深夜十分,警方大陣仗,设置拦检点,只要疑似有改装车,统统拦下 环保局人员不断的吹油门,分贝剂,数值不断的升高 但转速剂却不稳定,一连测两次,还是无法测出数值 环保局立刻开立改三单 另一头警察局领检发现,坐垫前多了一根强化质感 擅自改装,依法都可以开罚 但糗的是,车主前一天才花七万元买了二手车 才上路一天,晚间就被警方拦检 现在就是这种噪音的话,就是先把排气管 然后前面那个能拆的都先把它拆掉 排气管换,看可不可以比较 就是我自己也不喜欢黑铁,我白铁 我再找一只白铁的,然后可以验得过合格管来装 其他移动会规定申报,是影响行车安全 这真的会影响,因为我们的习摩顺 就是说,如果这样摆倒的话 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让你比较不灵活 基隆,暖暖地区的居民 最近发现疫情趋缓,改装车夜间太吵 基隆警察局交用队,吉山分局 汇同环保局及监理站 进行拦查,违法改装车勤务 短暖半个小时之内,就开出了三张罚单 都是噪音操标 我们有统计一下,我们平常大概 每一次大概只能拿到两到三台超标的 刚刚我们大概短短的三十分钟 就已经有三台超标的了 比平常的数据大概都会多两三倍 也就是说民众有反应,我们就会做了 我们会继续的在伙同我们的环保局跟监理站 持续来对类似的行为来做违规的举发 不过机车产生的噪音又分为加速噪音和原地噪音 前者是指民众听到机车行驶中 加速产生的噪音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后者是环保局实际检测结果 分配数却未达标准 警方坦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今年到现在我们就是上传到环保局的网站 环保署的网站有1500多件 可是事实上会成功造成噪音的不会超过两三百件 因为那是你实际上 每一个人感受跟你实际上测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验不过的话直接开发是1800到2700 看他照应的一个标准超标多少 如果超过十分倍的话就开发2700 机轮警方大规模取缔改装车辆 目的就是希望还给民众安静的夜晚 别因为个人改装的兴趣 却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 记者 王少民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